关注体育 每日更新 欢迎订阅TT娱乐 近日 外界目光一直聚焦在大S与新婚老公剧俊叶身上 两人在台办理完结婚手续之后 剧俊叶不忘自己的演出事业 目前已高调开启营业模式 也引来不少网友驻足为观 与此同时 大S的前夫汪小飞近期也活动频繁 17日凌晨3点左右 还不忘开直播与粉丝互动 与诸多网友大谈自己的生意境 不少网友起初以为 汪小飞深夜开播大概又是醉酒后的举动 不过 随后汪小飞表示自己只是刚刚睡醒 所以 看上去眼神朦胧 面带倦意 毕竟目前的汪小飞婚姻失利 唯有将精力投放在事业上 此前 汪小飞母亲张岚曾透露 汪小飞此前在上海开了四家新店 如今四家店面也亏损不少 每个月折损200万营业额 向来 汪小飞也为此感到焦头烂额 虽是凌晨开播 但依旧有2万多网友在线捧场 还有部分网友不忘为其打赏礼物 予以关心 对此 汪小飞也向网友喊话 不要给她再刷礼物 表示自己仅是想和大家聊天解闷而已 可以看到此时 汪小飞的心情不错 脸上也是带着笑容 在此过程中还出现戏剧化的一幕 不知哪位网友还给汪小飞刷了一顶绿帽子 被强行添加特效的汪小飞瞬间脸色大变 表情更是尴尬到极点 对此有不少网友为汪小飞说话 认为该网友的操作有失妥当 毕竟男人最在乎的是自己的尊严 况且 汪小飞与大S是和平离婚 这位网友给她戴这样一顶绿帽子确实不合适 想必 汪小飞看到这位网友这般开玩笑 内心一定也是五味杂陈 心情大受波动 另外 汪小飞还特别设置了背景音乐 第一首便是张信哲的悲情老歌 《我是真的爱你》 为此 有网友认为 汪小飞这是借助歌曲抒发心声 表露出自己对大S的不舍于想念 还有网友留言说 让她放一手感恩的心 看到网友对此做出各种解读 汪小飞无奈之下才关掉了音乐 还在直播中问 有没有像她一样是巨蟹座的 她说巨蟹座的人都很冤 这里的很冤是指她与张阴影飞闻一事 还是她与大S离婚一事存在隐情呢 汪小飞的这番话语 也让网友听到了弦外之音 也似乎是在撇清与张阴影的关系 难道离婚后 她对大S还念念不忘吗 如果真的放下了 汪小飞就不会这般伤感 还各种话外音吧 而另一边 大S与巨君业也越来越高调 巨君业先是在夜店演出嗨翻全场 还引来小姨子小S前来助阵 两人不忘尽情热舞 看上去关系相当熟络 看来新婚没几天 巨君业便博得了大S家人的喜爱与支持 4月17日 网上还曝光了一张巨君业与大S一同参加聚会的照片 镜头中两人并肩而坐 可以看出目前的巨君业也在努力融入大S的生活圈 这边巨君业享受的是新婚后的温馨生活 而另一边的汪小飞 只能体会人走茶凉后的孤独生活 在直播中 汪小飞虽然看上去情绪高涨 但还是有网友感知到她那些身处的低落 不过事已至此 汪小飞与大S的复婚设想也几乎破灭 即便张岚此前也曾多次暗示 自己支持儿子与大S复婚 也相信两人最终还是能破镜重圆 但是如今大S用实际行动 彻底偏心了与汪小飞之间的关系 最终还是希望两人能够各自安好 汪小飞也能早日寻觅到 属于自己的幸福 聚俊叶演出在经历了 因防疫延后一周后 终于在16日凌晨进行了演出 这也是聚俊叶婚后首秀 以及首次露面 十分吸引网友关注 据悉 他这次是在凌晨一点开始演出的 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聚俊叶也拿出了看家本领 炒热现场 不少观众都拿起手机狂拍 聚俊叶表示 自己非常开心能有这个机会跟台湾韵迷见面 希望带给大家一个特别美好且难忘的夜晚 之前大S就表示 因为要陪伴孩子 所以自己不会去 而早就放话要去看姐夫的小S夫妇 这次也到场支持 聚俊叶更是对着全场大喊 欢迎徐希帝 并表示 她是我真的妹妹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我的小姨子 徐希帝 并且播放了她的新歌《九九成法表》 随后小S惊喜上台现场 小S与姐夫一起表演 在台上还一度跟去俊叶尬舞 又跳又蹦 狂对姐夫喊 萨拉黑幽 气氛拉到高潮 聚俊叶也大赞小S活力满分 现场送上拥抱 全程非常嗨 而当晚 除了现场观众之外 聚俊叶为了表演全程没有戴口罩 在舞台上又唱又跳还要刷叠 足足表演65分钟 被台媒大赞体力100分 凌晨两点 聚俊叶的表演快结束 小S再度上台力挺姐夫 拿起麦克风说 谢谢我也爱你们 但最后几后要让大家唱他的新歌 久久成打表 结果差点搞冷场 据悉 这次的演出活动 大S经纪人称是聚军业来台之前就已经定好的 现在他已经在台湾停留了两个月 而5月中旬在纽约也有表演活动 预计将从台北非纽约工作 之后的行程如何安排 外界也十分关注 关于结束后 是再回台湾与大S相聚 还是回韩国 大S经纪人受访表示 目前陆续接获许多工作邀约 所以原定计划有变动 还在协调排程中 知名制作人詹仁雄还自爆 在与圈内朋友饭局上 遇到大S 聚军业夫妇 他还借机亲自对聚军业提出合作邀约 必要他为选手担任音乐制作人 聚军业也表示 可以进一步谈谈合作可能性 看来随着跟大S结婚人气爆棚 工作也是接到不少 而这次表演活动 不少现场观众 就是冲着大S新老公而去 都想看看这位聚军业有何魅力 据悉 该夜店在宣布邀请了聚军业之后 夜店包厢就被订满 甚至还希望聚军业表演的时候 可以不要戴口罩 才能看清楚他的外貌 M不得不说都好疯狂 不过 主办方也做好了防疫规范 观众入场都要进行防疫 就只能说 希望后面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而如今 聚军业顺利演出成功 想来接下来的表演工作不会少 因为跟大S结婚而引发的关注 也是有好处也有弊端 毕竟每个动作都会被外界盯着 稍有不慎就会惹来新闻 且行且珍惜吧